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金砖国家他们宣传片也用五种金砖国家的语言 包含了华语 汉语 英语 葡萄牙语 俄语 印第语 所以五种语言的版本也是同步上线 我就强调说金砖国家是团结一心凝聚在一起的 习近平这一次访问了南非 当地也是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 南非甚至还颁给他南非勋章是南非的最高荣誉 我们看看其实南非的总统也在讲 他呼应了习近平 就说要来加强两国在金砖扩原的看法 因为很相近 所以一起来加强协作 也扩大全球南方国家的一个发话圈 特别提到习近平说 不断深化金砖战略的伙伴关系 要拓展金砖PLUS的模式 他说南非也不会卷入到大国竞争当中 他们顶住了压力 压力可能就是来自于西方国家 所以我们看起来 现在目前金砖国家 整体的崛起跟蓬勃的发展 习近平说这已经正在改变世界的版图 积极在推进扩原的进程 所以对于这个世界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 看起来这个影响力也让美国有点紧张 所以雷蒙多也在这个时刻 来释放出来要访问中国大陆的消息 美中也同步宣布就是说 雷蒙多将要在周日的时候访问中国大陆 美国商务部讲说这次他会跟谢峰见面 白宫提到了雷蒙多会告诉中国大陆 美国其实不寻求脱钩 所以这算是美国还蛮明确的一个表态 美国的媒体的解读是说 这一次雷蒙多去到中国大陆 是旨在加强北京的沟通 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目标 而且他这一次来还带了一个伴手礼 就是他27个中国实体 未经核实的清单 这个要剔除了 所以感觉上面就是放宽 他原本的一些制裁 算是送上一个大礼 但是这个背景是怎么样子呢 你看看现在美国的经济 其实不太好 光是这个标普 又挥刀的一个消息 现在银行股在欲逆风 因为他下调下修了一些美国银行股的一个评比 平等 所以现在这个道琼收黑175点 其实三大信贫里面会遇目的之后 这个标普算是第三家 分别调降美国的这个评级 或者是美国银行的一些评级 所以看起来美国整体来说 经济十分的不被看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拜登在G20的时候 即将要来出席这个峰会 他说要提供500亿美元的贷款 来帮助贫穷国家 他说要来扩大这个世界银行 跟IMF的优惠融资 为这些开发中的国家和贫穷国家 来提倡提供这些500亿美元的一个贷款的额度 那这冲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看苏利文的讲法 他说这两个机构主要是要支持发展 这个一带一路 取代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的倡议 所以他等于是冲着一带一路而来的一个贷款措施 那代表说这个的确拜登很担心 金砖国家金砖峰会 对于这个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 所以他们要赶紧的推出另外一个方案 吸引更多的一些开发中国家 是不是可以向美国队给靠近 所以他这次去到了G20的峰会 但是他这个东协峰会却是由贺锦丽来出席 你看看现在很多太平洋的岛国的领导人 他们都讲说宣布中立 就是说他不想要夹在中美之间当夹心饼干 那如果说拜登在集团体上面 还要来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改革的话 不知道能不能这个更加拉拢一些开发中国家的心 那另外我们看拜登现在目前更头痛的一个问题 恐怕是他儿子杭特拜登 因为杭特拜登的这个认罪协商破裂 他多年来惹出了这个法律麻烦 六月时候其实一度雨过天晴 但是拜登幕僚讲几乎这个拜登 几乎天天跟孙子在交谈 但是面对到儿子的法律麻烦的时候 他明显的不愿意多聊这件事情 但是你看杭特拜登在这段期间 还去这个白宫跟父母 就是跟拜登还一起这个度假 所以看起来这个拜登 虽然说他不想干涉杭特的事情 但是他这个宣誓也让大家觉得很奇怪 你说不干涉 本来你这个身为美国总统也不应该干涉 可是你真的没有干涉吗 看起来这个干涉的层面 还是多多少少难以避免 所以看起来他觉得很多幕僚评估 拜登可能会是拜登接下来选举的时候一大麻烦 所以但是他又不想听人家的谏言 也是一大问题 我们来问一下杰老师 这个杭特拜登 你去看他 他自从到社会以来 他从事最主要工作是什么 事实上他大部分都是在从事政治游说 就是说他爸爸是政治人物 他本身每天在从事政治游说 基本上就有人一直怀疑他一直有问题 而且他比较大的问题 除了在美国境内之外 他从事政治游说 他还搞国际政治游说 他这个跟乌克兰在战前的时候 在乌克兰就很多这些这种 共同投资担任董事的这些公司存在 那么人家就是说他跟中国大陆之间 他也赚中国大陆的钱 事实上他跟中国大陆就跟大陆一个商人 曾经在大陆成立一个投资公司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他的过去从业纪 如果他今天是一个 比如说他是一个教授 或者说他是一个什么 什么什么这个演艺界的知名人士 那可能不会借重他爸爸的政治影响力 可是他大部分你看到他从事的职业 都是从事政治游说 那是不是从用政治影响力 来谋取个人的私利 对那个人谋取私利的时候 有没有借重他爸爸的政治影响力 这些都是很有问题的 而且过去这个案子不是说 今天要美国选举才提出来 他的问题一直都存在 那他个人的私生活 那更不要讲是问题更多了 所以最近就在查 就是说白宫不是出现了 这个毒品吗 而且都是一般限制外人 可以进出的区域 怎么会有那个毒品 那他就是大家怀疑的对象 那为什么怀疑他呢 因为他个人的私生活的记录 本来就是有问题的 那回到这个南非的这次 这次金砖国家的峰会 其实增加国家峰会 从来没有像这么重 引起各国的重视 也从来没有这么多国家 想要加入金砖 金砖这个国际组织的 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那当然我认为最主要就是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这一次开打以后 那么为什么其他国家会受俄乌战争的影响 要加入到跟美国跟西方相对的一个国际组织里面 最主要就是美国跟西方开始用什么 他们的经济特权 来做这个战争的武器 那这个经济特权基本上 Swift你是可以做 你是可以排斥别人 可是你美元 还有就是说你在你自己的境内 无端的 没有任何法律基础 把外国的财产给他充公 个人财产充公 这个是造成全球恐慌的 也就是美国跟他的集团 开始用经济当作武器 那这个造成金砖 现在大家都要聚在一起 来抗拒美国所领导的这个 财经霸权 好 来请教杨老师 各位知道金砖 目前只有五个国家 2009年它开始真的开这个峰会 到现在也14年了对不对 也没有引起什么太多的注意 除了那个可以 面称B R I C S 对不对 金砖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只是一个投资的概念 它也没有什么签协议条约 宪章说要怎么共同合作 可是走到现在 它已经有一个金砖银行 这个金砖银行也有 100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协助 的这个机制 这个里面1000亿美元 中国大陆是410亿 所以330亿加起来的放款 已经出去 都是给全球南方的国家 一句话 中国促成金砖 金砖改变世界 而为什么在今年 那就是刚才大使说的 俄乌战争 美国把那个支付系统的SWIFT 变成一个工具 变成一个武器 然后同时美国在升息 因为它自己的通膨 升息的造成 所有的全球南方国家 当然都是以美国的 这个美元的债务 使得大家的债务压力 越来越沉重 我没做什么坏事 我什么被惩罚 钱都被美国吸进去 滥用他自己的美元霸权特权 这种大哥你还要跟着他吗 是不是 你更不要说全世界有钱的人 把钱放到瑞士 这个瑞士也被美国逼迫的 要去制裁俄罗斯 使得大家发觉 瑞士也不安全 一百多年来的瑞士银行 不就等于安全吗 所以现在是需要一个平台 需要一个就是替代 那这个平台跟替代 没有谁要去做绝对大哥 没有谁要来去完全主导 可以采取包容性的多边主义 寻求真正的多边 公平 多样 甚至正义 对不对 你不要忘记现在这个世界 还是两百个国家 组成的国际社会 没有谁是真正做老大 结果不够资格 然后赚大家钱 结果我们大家还可以摸个鼻子 就是说只好认了 过去是如此 现在不一样 但金专怎么改变世界呢 就改变全球治理 为什么这么多其他的国家 从沙烏地亚 阿拉伯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阿克林都想加入 因为它不只是说 对经贸有帮助 它可以参与到全球治理 对这些全球南方国家 以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 所以我觉得马上 他们现在正在会议 大概明天我们就知道 到底会多少国家 会加入成为新会员 以及金专银行会怎么发展 一个新的全球治理的曙光 就会出现 好 来问一下将军 金专银这次的会议 我想说大家瞩目的有几点 第一个就是沙烏地阿拉伯 它扩容 沙烏地阿拉伯 伊朗还有印尼这几个 应该是确定可以加入了 那加入之后 其实它再加上这些国 原来既有的这五个国家 它就变成全世界上面人口 最多的一个 土地最广的一个 经济组织合作的一个机构 那我这次还另外一个特色 就是说非洲来讲 它50多个国家里面 有40多个国家的领袖 也就是它总统或领导人 亲自去参加这场会议 其实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 我觉得跟欧美国家 长期把非洲当作一个 次殖民地 比殖民地还糟糕一个国家 事实上那时候当年 不管是荷兰 西班牙 葡萄牙 甚至于英国这些国家 到非洲去 只要一件事情 非洲其实没什么太多的资源 我们除了看到的 那种野生动物之外 它最大的资源是什么 所以欧美国家 它最大资源是黑人 身强体壮 可以在争气时代来临之前 他们是最好的劳动力 所以就去抓这些黑人 当作奴隶贩子 迈到欧美国家 欧洲美洲那些国家去 包括南美洲 所以我们现在在南美洲 也会看到黑 非裔的族群 还有北美 所以事实上非洲这些国家 对欧美 其实他们心态上面 不是很认同的 反而在中国去以后 给他们带来一带一路 各种基础建设 对他们来讲是有很大的帮助 他们自己心里头也一定有所感 在战略上面来看的话 全球地院上面来看的话 在这边来讲我们看到 南非已经跟中国 还有俄罗斯已经实施过军演了 北边来讲 吉布地那边 中国的海军已经在那边 很长一段时间实施护航了 西非这边的国家来讲的话 其实有好几个国家也准备让 中国在那边跟他们合作 建立这种港口 所以我觉得金钻这次会议 为什么美国特别讲说 不把他们视为地缘 政治上潜在的对手 事实上就是把这些金融国家 视为潜在对手 而且主要领头羊就是中国大陆 所以另外一个我们看 其实欧美国家 对这些非洲这些国家 除了以前当年把人家当奴隶 把这些黑人当奴隶贩卖之外 另外在我们讲到这个 南太平洋岛上面 四个太平洋岛国领导人 我们最近我看了一部电影 奥本海默 这部原子弹之父 其实美国当初 是不是真心的要对南太平洋 他本性上面就瞧不起这些岛国 你只是一些太平洋上面一些岛 你成不了什么机会 也没什么战略价值 他就在那边试爆原子弹 甚至于是氢弹 造成核子污染 造成原子弹 一直到现在为止 其实这些岛国的居民 还是深受其害 所以我们从这些地缘上面 来看的话 就可以看出来 二美国家那种殖民的侵害 对这些国家其实是 除了说有实际上 地缘政治利益来讲 不然它不会给他们什么好处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